第五世代的黑版 那么拿完之后 我们就接着往第五道馆出发 走走走走 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收集了四枚徽章了 所以我们穿越五号道路左边的这个大桥 天哪这座桥还真是有够长 我感觉又在跑马拉松了 经过了一阵努力之后 来到了这个地方叫做反卷市 我们到前方触发一下剧情 有一个大叔说 哼你就是卡米兹雷所说的训练师吗 我是这座城镇的道馆首领雅空 我可不欢迎你们了 就是因为桥被放下来 所以说等离子团的团员就逃到了街上 哎呀这可麻烦了 不过我很感谢你们把桥放下来 但是这件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吧 哼随便你们怎么想 虽然我也不想那么强势 但你们还是要去找等离子团 你们不是很厉害的训练师吗 哼我想只有等你们找到等离子团之后 我才能接受你们的挑战 人就稍互相迁就的嘛 好吧我明白了 就算你不说我们也会去追等离子团 如果能够干掉那些难缠的家伙 我也能变得更强 好了豆子我先走了 好那么等离子团的话呢 我先去稍微补个写好了 PC的话在这里 城镇的左下方差不多这个仓库吧 我们就直接进到仓库里面 那么这里的设计是一个滑冰的设计 有东西就稍微剪一下 然后在仓库里面还要跟这些工人对战 还好啦现在我的炎武王攻击力方面算是蛮OK的 然后顺着路直走应该就到了吧 球轮也跟得过来 有人在里面吗 进去稍微瞄一下 然后前方 好多人哦 他们围成了一个九宫阁 中间那个七弦者叫围 再靠近我一点我冷得受不了了 原来如此他们簇拥在一起 而进行在这个肉体之间的摩擦取暖 我们赶紧冲上前 你们这些家伙居然真的躲在这里 如果你们觉得冷的话 就让我带你出去吧 这个叫围的表示 我所保管的是王重要的精灵朋友们 我不能在这种地方让他们受到伤害 快点给我做掉这些家伙 这里就放心交给我们吧 哇好多人哦 天哪 车轮战 豆子我们一人一半收拾掉 这数量有点略多 好吧 开打了 OK那么经过一阵努力 我们一人干掉四只 这个凡巴士的道馆馆主 亚空也赶得过来 啊 你们这些家伙居然藏在这么寒冷的地方 好了各位 来把这些精灵小偷们都给带走 工作人员们表示 明白了 全部带走全部带走 哈哈 就到老里面好好的反省一下吧 事件结束之后 他表示你们几个做得还真是不错呢 好那么接下来按照约定 就来到我的道馆 向我挑战吧 嗯 等弟子团的理想 就是让人类和精灵分开 那这样一来 不就跟精灵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是一样的意思吗 真是一群会惹麻烦的家伙 好了豆子好冷哦 我们赶快出去 旁边有一颗宝贝球先剪一下 这里从左上方这里绕出来 就可以咯 再来我们到城镇的右上方 准备去挑战道馆 而当走到这里的时候会发现 这个葵奇斯说 雅空先生初次见面你好 我就是等弟子团的葵奇斯 我来领回受你照顾的同志们 哎呀呀别这么客气嘛 你的同伴可是想要夺走别人的精灵呢 哦不你好像误会了 我们只是想把精灵 从二人的手中解放出来而已 要是那样就好了 我这个人很直 讲话也很冲 倒是你这种漂亮话 听了让我觉得很奇怪呢 你到底想要表达什么 我们等弟子团对反卷是很有兴趣 除了在你们这里的这些人 还有很多部下 嗯虽然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 但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 算你有本事 好吧把他们给带走 哼这么可是名为矿山之王的商人 很是实物嘛 那么那边的七贤者我就带走了 原来搞了半天他们是在做人质交涉 而就在谈判的意思嘛 总而言之呢我也表示 葵奇斯大人多谢谢你啊 哼这没什么 我们都是王忠实的部下七贤者们 不是吗 那么各位日后就后会有期了 居然就这样子让他们撤退了 等他们离开之后 雅空则说不好意思啊 你们好不容易才找到的等离子团 算了搭起精神来对战吧 不要让我等太久哦 我们的囚轮则是分析到 双方应该都是想避免在城镇里面争斗 况且那个葵奇斯好像不是等闲之辈 看来我接下来要继续锻炼我的精灵 我可不想说给那个雅空 我要以完美的胜利获得这枚道馆徽章 他就先行一步的离开 那好吧这里就由我先来挑战了 这个第五道馆用的是 我看看啊 首领亚空先生擅长使用地面系的 好我想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这里就直接下去 对着这个电梯扭按下 它就是一个空间上下层的概念 那么这里的小兵 看我的高温践踏 这一脚踩下去直接让你变成一张脖子 这里再下楼 然后这里应该是往后面将要绕一圈 再来是这个按钮再向下 好老实讲这个地方我有点小忘记了 我看看啊 我先拆这里好了 这里上来的话 这个按钮向下 然后到最下层 哦有了漂亮 哦这个完全是一个地下要塞 然后我们上前与其对话 他表示 嗯真不知道道馆首领卡米之类 看中了你哪一点 总之就让我来试试你的身手吧 然后我这里就跟他进入对战 你这个大叔穿着一个开裆裤的 现在对面都是地面系的 不过我身上也没有水系的招式 随便啊没关系 反正我自己踩一下 紧接着改切换出我的狂叶猴 草系其实也可以克 种子炸弹 然后最后一支是钢钻燕鼠 他这边的中文汉话还没有汉话好 中间那个字是问号 我再炸你一次 我们轻松几下解决 他表示原来如此真让我不快啊 虽然说你年纪这么小 但在决胜负的时候还这么堂堂正正 有人会发现你的才能也不奇怪了 哼算了这就给你吧 我们拿到了新的一枚徽章 第五枚地震徽章 GETO 什么什么60级内 还有什么技能机 你到六号道路前面的洞穴等我 哎不给我们技能机的 六号道路的话 我们沿着城镇的左上方走过去就可以了 我先去PC稍微回个鞋 那么这个城镇还是挺不错的 他旁边有一个很大的市场 这里有没有 跟这个人对话的话呢 可以拿到一个东西 达人腰带 然后下方的话 可以买到一些药草 复活草就简单先买个几个吧 以备不时之需 然后在左边这里有个小妹子 她说你好 这里是产地直送的猛猛牛奶 一瓶五百要不要来一个 果断不要 这个牛奶当然是要喝新鲜的才好嘛 走走走走 我们到左上方去 而正到我这里要出城的时候呢 远方的贝尔又叫做的我 哎豆子 Oh my God 你怎么又来了 你刚才去道馆了吗 哇那就是徽章啊 太好了 你真是厉害 啊不行不行 我不能光这么激动 会是训练师嘛 这种说就要一决胜负 我还以为他之前跟我打完之后 已经完全丧失信心了呢 好吧 既然你这边如此的找虐 我们这里果断的 看我的硝烟冲锋 撞爆你这条小青蛇 三下五除二轻松解决 他表示难得和豆子交手一次 你居然变得这么强了 虽然不晓得该如何表达 但我感觉豆子好像很理解精灵的心情 对了 我这个密传机就送给你吧 拿到了密传机02飞天 这是我爸爸给我的哦 他让我一定要随时回去看看 我还得给球轮一个呢 那么再来我们就是接着向左边走 哎呦应该差不多要到了 电气石洞穴 如果带上电气的话 就会全身发麻 这个洞穴门口有个东西堵着 我跟他对话 而刚刚的道馆馆主就会赶过来说 久等啊 你看到了吗 这是一种名叫蓄电狼珠的电系经营的巢穴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这种地方会有巢出现 不过如果给人添麻烦的话 想办法解决是道馆馆主的工作 然后他这边发了一个招式 直接把那个蜘蛛网给撤销掉 好了那这个技能机就给你咯 这可是我引以为傲的技能机呢 让所有的精灵都记住这一招吧 好那么还有一点时间 我这里就再过一点剧情 刚刚前面我好像看到的恩了 走到这里 突然有两个人一前一后包围住我 这这这这什么样的一个展开 这不行啊 我只是一介弱女子啊 你们两个男的 啊 他们表示来吧 直接把我带到恩面前 我们已经带过来了 恩表示真是谢谢你啊 刚刚那一群人是暗自三位一体 是葵奇斯亲自任命的等离子团员 这个洞穴入口处的巢穴 也是他们的杰作 我把你们的事情告诉给了葵奇斯 然后他派遣了暗自三位一体 调查了你们的情况 囚伦只会天真的想要变得更强 而那个叫贝尔的女孩子 知道了并不是任何人 都能够变强的这个残酷事实 而你却没有被任何一方给影响 可以说是中性的存在 这是最理想的 等离子团正在前方等着你 葵奇斯想要考验一下 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训练师 不过话说这附近的这个洞穴 是谁这个时候叫住了我 我以漂浮的石头只要一推就能够移动了 对吧不是 阿姨最近还好吗豆子 这里还是一如既往的充满了精灵喜欢的电器呢 电器之间互相排斥 才产生的浮起的石头 原本并不是所有的石头都能够推动的 是我爸拜托我调查一个名叫齿轮双子的 类似齿轮的精灵 虽然说是在调查经营的起源 但是他也太使唤人了吧 上楼本来就是因为喜欢才进行调查的 总而言之豆子把这个拿走 我们拿到了一个道具幸福蛋 这跟现在所需要的无关吧 它就只是一个增加经验值的道具 好总之我们这里先继续向前进发 这边应该是直接走下楼 比起草丛我觉得洞穴更难走 前面我已经看到等笛子团的人了 那么一路上也要打不少的小兵 OK那么这里差不多要走到出口了 聚与恩的话则是在这个地方等着我们 他表示各式各样的价值观混杂起来 这个世界就渐渐变得灰暗 所以我绝对无法袖手旁观 我要让精灵和人类分清黑白的界限 只有这样子精灵才能够成为完整的存在 没错这就是我的梦想 是必须要实现的梦想啊 豆子你也有自己的梦想吧 那么就用战斗来证明你的梦想 究竟是什么吧 那么这一言不合又要开打了 老实讲刚刚我打那些小兵的时候 我的野武王差点一度被磨死 但还好我现在身上的PP还够用 那么战胜的恩 难道说带着身为训练师的矛盾还有痛苦 这样去战斗是赢不了的吗 可恶 究竟要怎么样才能够探究理想 到底怎么样才能跟传说的精灵成为朋友呢 而且是后方的贝尔在大喊 豆子 嗯 前面马上就要到吹记室了 贝尔的耳朵还真是灵敏啊 隔了这么远都能够听到豆子的声音 诶 这位训练师是 哦 是纸杉吗 完全不考虑训练师和精灵之间的关系 用人类制作主张的规则 随意喂精灵 让他们分类 还以为自己理解了精灵的存在 什么精灵图鉴 我根本无法接受 你到底在想些什么 哎呀呀 你好像很讨厌我呢 不过既然你的想法是一种思维方式 我所期待的东西也是一样的思维方式呢 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决定 该如何和精灵相处不是很好吗 哼 这样一来有着错误想法的人 就会对精灵造成伤害啊 我实在无法对这样愚蠢的世界置之不理 哇天哪 我们的恩讲话好有治理事间的哲学意味啊 那么随后大头也不回了就走了 纸杉也表示 算了 我也不能够指望你能够立刻明白 但我希望你能够一点一点的理解大家的心情啊 好了 那么接着我要去收集数据啦 为了能够更好的跟精灵相处 我们必须要了解他们才行 那么接着我们就走出洞穴 我们总算是到达了新的城镇 这里就是吹几世啊 那么有关于后续的剧情 我想我们之后再来看看吧 那么今天这期就先到这边 感谢各位See you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